开始 祝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路德社之社会热点 今天是2023年7月26日 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中午事件 然后我们今天 今天美国国会 一个重要的事 绝对重磅的事 这个人类历史第一次 国会正式 在国会听证会上 证实美国 从坠毁的UFO中 救出了外星人飞行员 他们叫非人类生物飞学 大家知道美国国会的听证 是不能撒谎的 否则就要坐牢 第二点 美国国会听证 这里美国就代表着 美国某机构 第三点 这个听证是刚刚发生的 现在还在进行中 两个多小时 应该结束了 现在应该结束了 这里面 相关的证人 他是一个 威索普路 相关的 参与研究的人 证实 美国 从坠毁 具体是哪个飞船 不知道 哪个UFO 不知道 但是从 在美国已经获得了 外星人飞行员 以及相应的飞船 已获得了坠毁的飞船 也获得了外星人 估计正在搞研究 是吧 这个事一出来 绝对啊 短短几分钟 就已经几百万 点击 全世界都在关注 具体内容怎么说的 我们来听 这个我让这个 我们先放一遍 好吗 然后 这个 咱们的 阿尔先生 可以给大家翻译一下 我先放一遍啊 我先放一遍 订阅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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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先放一遍 在公司的 公司的 公司的 我先放一遍 你觉得这个 如果你觉得 如果我们有 骰 船船 我先放一遍 我们先放一遍 我们先放一遍 这些船船 我先放一遍 我先放一遍 在我先放一遍 Nation 议 Biologics 也放一遍 这些 俄 were they I guess human or non-human biologics? non-human and that was the assessment of people with direct knowledge on the program I talked to that are currently still on the program. and was this documentary evidence, video photos. eyewitness like how would that be determined? the specific documentation I would have to talk to you in a skip about. um okay so and you may or may not be able to answer my last question and maybe we get into a I can give you a specific cooperative and hostile witness list of specific individuals that were in those and how soon can we get that list I'm happy to provide that to you after the hearing Super 啊 先生 你听完这段给大家翻译一下 好吗 好的 这个东西我刚刚也是刚刚得到 路德让我先听一下 然后我听了也是一头雾水 结果没想到去查了一下 就出了那么大件事 但是具体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问这个议员 就一开始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听出来他的那口气 就他也觉得这种事情不太敢相信 然后他就问那个 坐着听 就来过来听证的人 就说 在这艘坠毁的飞船上面 你有没有得到任何的 就是有生命迹象的东西 叫biological吗 然后他说是的 我们通过一些生命迹象的探测仪 然后探测到这个 有一个生命体 然后议员就问他说 这个是人类还是非人类 他可以说 他说是非人类 我们很确定 然后就说 他说你有没有 就是说任何的关于目击证人 或者是有哪个政府部门的 就是这种秘密机构 然后去处理这个事情 还有就是说你有没有那个目击证人 然后听证的人说 我们有 我们有一份详细的一份名单 和详细的一份 就是像书面的这种报告一样 他说到时候我可以 就是意思就是说 听证结束以后 我可以提交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好 这个事啊 这个事绝对是很大的事 这个 还有啊 还有一段 你看这听证几个小时 我们只能放一部分啊 听证啊 还是关于这个UFO的 他说2003年 翻登堡空军基地 出现了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红色 方形不明飞行物 啊 这翻登堡的啊 空军基地的 这个Ryan 就UAP 听证会 他就证实 当时 是真的有一个 啊 UFO啊 UAP 未知 的这个 神秘体和 不明飞行物 啊 我们将会啊 持续的回头 给大家来报道 这一件事情 你看 这 这 好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更重磅的啊 这是啥呢 这是 迈卡 迈 迈塔 格茨 中原 他说 啊 他在 埃格林空军基地的一次不明飞行物事件中看到一张不明飞行物照片啊 马特格茨与拍摄这张照片的一名机组人员进行了交谈 他说我无法将这些图片以任何人类能力联系起来 无论是来自美国还是我们来自我们的任何对手 他几个月之前 他去了这个啊 埃格林空军基地 然后关于这个UAP啊 就是 为止飞行物 路德这样吧 你也就不要放了 我 我刚才也听了 我大概我就复述一下 你说一下啊 好的 大概的意思就是 呃 他和就是 这个 这个众议员啊 就是迈克 呃 柯兰 迈克格茨 迈克格茨 啊 就 啊 呃 这个 这个议员他和那个 呃 就是说 国会的人 国会的人啊 对 他和当事的飞行员 然后进行了交谈 然后他作证 他就一次是说 呃 首先第一 然后呃 飞行员告诉他们 在整个过程中 就说 雷达上面先 先发现了不明的信号 然后他们在根据这个信号去进行追踪 追踪了以后 然后发觉这个 嗯 这个飞机 然后同时他们就说 知道这个东西是个不明飞行物 然后去追 去追他 追他了以后是追上了 追上了以后去 他们就去拍照 就说他 他同时这个飞机在追他的同时 飞行员他同时在追的时候 他们就同时的进行了拍照 拍照作为取证 结果就是说 他们就发觉就是说 这东西就是肯定不是人类的 然后呃 在接受任何的那个 他们尝试去进行 跟他进行那个信号沟通和联络 也就是说呃 也没有办法联系上 然后整个就是说呃 就是说他们可以用现有的 就是说人类的科技 去就是说 追踪到这个 东西的信号 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然后同时也留了照片 然后也取了证 然后就说明就是说呃 来证明 就是说他们当时的飞行员 就证明这个东西 肯定是一个由 呃不明飞行物 而且不是人类的 是来自于外太空的 好的路德 好的 这本来啊 这是关于南部边境啊 就是美国的边境危害的 这样一听证会 谁都没有想到 突然变成了啊 这个有位啊 这个专门追踪UFO的 这一位啊 推推特啊 好他说本来啊 没想到完原超越我的想象啊 期待 没想到变成了一个UFO的听证会 说大家鼓励所有空的时候 一定去看我整个听证会 好 这是啊 这是不分内容 我们 当然了 我们说这个UFO 说的是啥 主要就告诉大家 这个美国 就是很多 它是远超你的想象力的 就是就跟当年啊 这个奥本海默搞原子弹的时候 19 是吧 42年 三几年啊 39年40年就开始搞的时候 全世界 你别说原子弹了 那时候啊 就在中国 说白了 那个火车那都不得了了啊 坐过火车的那都算了不得 有一辆自家有个私下 私家车 那都啊 很多人 七八十年代家里有个自行车 那都属于现代化 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 就是有一个收银机 有一个自行车 有个缝纫机 啊 这就要四个现代化 再加个手表 但是美国早在那个时候 1940年就已经原子弹了 啊 就是很多远 绝对远超 这些专制独裁国家 他的想法 就是科技 的这种高速的进步 人类 你看习猪头那些 还想着怎么 还处于上个世纪的什么 自古以来 是不是 属于什么什么 乌克兰自古以来 属于俄罗斯 什么台湾自古以来 还在玩这 还玩王朝体系 加天下 啊 的这种时候 美国的都已经叫外太空了 就早就已经外 跟外太空的生命 啊 外星人进行了全面的接触 研究 最早的 啊 这个 所有的啊 很多人都应该都知道 这是1947年 罗斯维尔飞碟 坠毁事件 这个是在网上 啊 很多人 都认为 这是谣言 啊 因为美国 军方啊 没有肯定 一直 也没有否定 也没有肯定 但这 罗斯维尔 UFO 是被记载的 最早的一次事件 这不明分 进入后来 被晕到了 啊 五十一七区了 五十一区 进行了全面的 开发 研究 也就1947年 早在那个时候 啊 而 为什么现在 啊 这个国会 听证 啊 把这些事情 全部开始 啊 一点点 抽丝搏剪 让公众 明确知道 似乎就要进入到一个下的 一个 新的时代了 发现没有 这才是真正的 啊 文明的 实在就是太空时代的来临 来临啊 啊 是吧 这个 你想想 对于 前段时间 在拉斯维加斯 别人说 看到了外星人 是吧 因为拉斯维加斯 离五十一区 开车就一个小时 就到了 一个多小时 啊 几十一mile 那很可能 外星人 在培育了几十年 又跑出来了 都有可能 所以这就是 告诉大家 很多事情 不要挑战 啊 就是这些独裁者的 像是习猪头啊 包括普京啊 这些 什么 手上 还包括金正恩啊 这些 不要挑战 美国 科技实力 就跟当年 二战 美国也告诉天皇 其实 就警告嘛 这里已经有 一个你绝对 想象不到的 一个巨大的武器 啊 你必须得投降 不投降 就开始对你 天皇听都没听过 啊 他当时找他们 自己的科学家 说啊 这东西不可能 美国不可能 这样东西都还没证实 什么原子弹啊 是吧 这就是 认知的差距 这就是维度不一样 隔了几代维度 美国 他具备这个实力 具备这个能力 他并不说随时可以用 而是 要做一定的铺垫 奥本海默这个片子 你就看 美国当拥有原子弹的时候 已经治好 做好 成功试验了以后 抱了第一颗的手 就要给日本开始扔的手 当时开会 就提前做三件事情 第一 告诉日本 政府 必须得投降 不投降 就这么的 提前告诉 第二 告诉所有日本老百姓 要扔在哪个地方 广岛长崎 还有一个叫小仓 让他们赶紧撤离 第三 是吧 也 跟国会 去交代一下 只能 就这几件事情 做完就行了 接下来 你不投降 维度差距太大了 是吧 第三点 最重要的 告诉国会 必须得认了 为什么 因为 如果不认 如果 登陆日本本土 美国将死几百万 军人 日本绝对 不投降 这就是 维度的差距 最终 大家知道结果 现在 也是到了一个 人类 就美国不想 不想看到 说白了 中国老百姓 说白 死的太多 说白了 就通过这种方式 告你 美国早就有了 早就和UFO和外星人 已经在接触 在做研发了 在做研究了 这得到了证实 二人先生 你怎么看 我是 首先第一个事情 我很突然 然后我也 我也没料到 说什么 在开这个听证会 然后前段时间的UFO 那个东西后面 也就不了了之 对吧 然后 因为现在大事 也太多了 也没人跟进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感觉就有点像 娱乐 但是后来 节目之前 然后路德让我听一下 我听 这个东西不得了 然后 但是呢 也没有听出个 所以然来 就是说 到底是什么时候 他听证 是听证的 哪一年的东西 因为之前 我们也知道 拜登 他签了个命令 就把UFO 之前的事情 要解密 然后 所以大家也就 因为现在大事 也太多 也就没跟进 所以说 从这个事情 就像路德说的一样 就 那个 怎么说呢 就感觉就是 美国为什么 现在有很多 那么多的科技 一个是根据他 一个他自由的体系 然后每一个人 都是自由的人 然后可以 迸发出很多 就是这种 很天马行空的概念 然后把这些概念 能够落地 就是说 他这个体系 是支持这个样子做 另外一个 也就是说 他肯定 现在UFO的事情 也可以映射出来 他肯定得到了一些 很 就是说地球以外的 一些文明 然后把这个东西 给结合 然后在 虽然说很多科 黑科技都在 目前在实验室里面 然后包括那个 这个听证也提到 就是DAPA DAPA这个部门 然后 肯定很多东西 都在实验室里面 没有亮出来 但是这个就已经说明了 很说明一个问题 包括现在就是诺兰演的 那个诺兰拍的 那个奥本海默 然后那一次 这部电影 我也觉得是很值得一看 就我也推荐大家 有空可以去看 他就把从曼哈顿计划 开始就是说策划 一直到最后成功 包括奥本海默的一生 他都他都他整个 他艺术和叙事表达手段非常好 因为诺兰我也没有想到这个片子 是诺兰拍的 之前也看了预告片 但是也没有想到 居然是诺兰拍的 所以说这个片子很值得一看 然后就可以知道原子弹 到底是怎么样弄出来的 在当下那个时候 就是三几年的那种时候 到四五年最后投放 二战结束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很引起深思 西方文明社会已经走了 已经就超越多少年了 就说这个就是存在着差距 就真的就是维度上的差距 好的路德 是啊维度上的差距 还有一点之前前段时间说的 就中共做什么 这个兵器推演 这个就连最基本的都做不出来 还玩什么兵器推演 是吧 就是那个叫啥游戏 游戏都造不出来 其实兵器推演 它就是一个叫war game war game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个计时策略的一个游戏 包括你想大家很熟悉的 像90年代那个时候 风靡一时的 红色警戒 那个什么命令与征服 类似于这种游戏 其实它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策略性的游戏 然后只不过它军事用途上面 它有它专门的数据库 来支持这些东西 所以你看那天我就说到 我让路德上面去看一下 那个后来我想起来这个事情 后来一番 2014年央视果然军事频道 央视7台它做了一个这个 做了一个这个相关的节目 然后把这个东西也搞得很大 然后说的神乎其神就吹 就人家有兵器推演 然后我们共军也要有兵器推演 对吧 然后来证明我们现代化 结果没想到的是漏洞百出 一看里面很多东西都是 就不是造假 就是把那个什么 当前什么流行的这种几个 技术策略游戏 然后抠下来 然后改一改 就就净做这种事情 所以那个那个就就看了 就很可笑你知道吧 而且而且像前段时间 中共那个在那边 呃好像黑黑进美国的 那个政府机构的邮箱 觉得了不起 这玩意儿真的是 真的就是懂的人 一看就觉得知道 你在你在搞什么搞什么飞机 就因为这个东西 你你去黑人家的邮箱 也就黑一个非机密邮箱 也就说白了 你也就黑了一个通讯录出来 对不对 那其他你其他什么东西都没拿出来 就就这点水平 哎呀怎么说呢 就不败才怪 好 这个今天咱们的节目啊 就是关于FO的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相关的听证会的原视频 两个多小时啊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阿尔先生 谢谢各位观众 别忘了添加路德社会 再见